好 剛才講說那個黑潮到台灣海峽會有些變化 那個是因為它會有季風的關係 會受季風的影響有變化 所以要問一下季風 那個叫做地理老師教過的 台灣的夏天冬天吹啥風 來 夏天冬天 來 2號 8號 台灣夏天吹什麼風 你講什麼 西南季風 請坐 台灣夏天吹西南季風 那冬天 冬天吹啥風 29 29 台灣的冬天 台灣冬天吹啥風 西北風 你講什麼 西北 東西 東北 西北 哪一個 東北 東北 請坐下 東北季風 東 gamer 出 wyp 西南季風 就進入台灣海峽 你就發現 這兩個都是暖流 都來自南方 水溫都比較高 所以全島都是被高溫的海水所擁抱 全島都是被高溫的海水所擁抱 所以這兩個都是暖流 所以全島都被高溫的海水所擁抱 所以高溫炎熱潮濕 高溫炎熱潮濕 這在講海洋會影響我們的氣候 我們這個時候全島都被高溫的海水擁抱 所以全島沿岸地區都是濕度大 溫度高 OK 好 這叫做夏天吹西南風 然後呢 到了冬天吹東北風 吹東北風的時候 東北風吹下來就把那個水流 從東北方吹下來 叫做中國沿岸流 地理應該叫弱 然後呢 黑潮汁流本來要上去 可是因為東北風吹下 他上不去 只能從一點點邊邊通通爬上去 但是台灣海峽的中間都過不去 都過不去 所以呢 就發現像這樣 黑潮主流跟黑潮汁流還是暖流 可是黑潮汁流基本上經不了台灣海峽 黑潮汁流是中國沿岸流來自北方 所以水溫比較低 所以水溫會比較低 水溫比較低 就是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就發現 我們的情況就是 我們的北部基隆地方呢 水溫會比較低 南部呢水溫會比較高 南部水溫會比較高 就是這個狀況 好啦 來 考試考什麼 考試考一種 畫一張圖 寫上甲乙丙丁 問你 那是什麼海流 那個是南阿海流 還是中國沿岸流 還是黑潮主流 還是黑潮汁流 一個問題 問你那是誰 第二個問題 畫一張圖 像這張圖 畫一張圖 問你 這個是冬天流況 還是夏天流況 是冬天的景點 還是夏天 哪有什麼不一樣 兩個怎麼不一樣 你看 你看出來兩個怎麼不一樣嗎 這要什麼 這什麼 冬天對不對 剛才一個是什麼 剛才一個是 夏天對不對 看出來哪裡不一樣嗎 所以 問你說 冬天流況還是 夏天流況 所以一個問題是 問你 它是什麼海流 還是什麼海流 第二個問題是問 這是冬天流況 還是夏天流況 請你回答我 這樣OK嗎 可以嗎 好 這是我們 要跟你講的 有關於 台灣 黑潮流到台灣的時候 在 因為季節不同 所造成的 流況的一些改變 你希望能夠理解的事情 可以嗎 可以 然後我們跟各位說 會影響我們的氣候對不對 剛才講的 還有一個 恆春 恆春因為 世紀如春 少有寒冬 所以叫恆春 那為什麼 恆春 世紀如春 少有寒冬 你也回來看 你們發現 就是我們這個角落 恆春島這邊 不管你的是夏天還是冬天 你都是誰啊 都是暖流 對不對 都是暖流嘛 所以 它一年到頭 旁邊都是暖流 所以它 世紀如春啊 少有恆冬啊 又把它叫做 恆春啊 所以用講這個 在講什麼 講它會影響我們的 氣候 OK嗎 OK 然後待會跟各位講 會影響我們的 雨產 我們先講會影響我們的 氣候 所以就跟各位講 這海洋會影響我們的氣候 OK OK